千万要小心这个女人 一旦被她盯上 就会采用各种魅人迹 引诱你爱上她 这次的目标是这个胡子男 马农正在用昨晚落下的雨水沐浴 仙桥挺拔的身材充满了诱惑力 她在岩石上方的胡子男 眼神中充满了渴望 她拾起马农故意弄丢的发带 贪婪地绣着发带上的芳香 回到家后 她就将发带一针一针地缝在胸口 她为爱痴狂 又怎能想到这是马农的报复呢 牧羊女马农 父亲被坏人害死 母亲出门打工 她只能孤身一人住在山中的家里 性格孤僻的她却有着金发碧眼 一颦一笑之间 都让人不得不惊叹于她的美 一直以来 父亲的死始终是她最放不下的事 不论晴天雨天 想念父亲的时候 她都会跑去墓地 吹响父亲最爱的口琴 而害死父亲的二人 如今却过得风生水起 多年前 胡子男和帽子树二人 为了得到马农父亲的农场 故意隐瞒全眼的事情 使得马农家的农作物干枯而死 父亲为了挖掘水资源 一步步被二人逼死 如今 叔侄二人经营着 从马农父亲手中抢来的农场 培育着优质康乃兴 以此过上了好日子 马农对二人恨之入骨 复仇的小火苗在她心中燃起 这天 马农正在用雨水给自己沐浴 等待着上山打猎的胡子男 看着马农沐浴 胡子男眼神中的欲望一览无遗 他爱上马农了 此后的每一天 他都跟在马农的屁股后面 为他打猎 再偷偷放到马农设计的陷阱棚 可这天 他却亲眼目睹马农 和小镇上新来的支教老师走在一起 甚至将自己打给他的兔子 送给了男老师 他着急坏了 却不知自己正一步步掉入陷阱中